社经营恩会 主题是《重新得利》 那有一节圣经节 跟这个主题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是以赛亚书的三十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章 十五节 这个地方讲 得利在乎平静安稳 这个地方在讲 如果信仰要重新得利 要学会安静 那我们就用主耶稣为例子 来想想得利跟安静的关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几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要有智慧 所以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 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第二个就是需要有爱 爱好像死一样坚强 所以爱能够建立非常强的关系 不论是人跟人或是人跟神 第三个要有力量 第三个要有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走完信仰这一条路 能够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 能够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不论智慧 爱或者能力 它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活得越久 越发现神真的是很重要 神是至宝 如果失去了神 我们的一生就失去最宝贵的 那怎么在我们信仰生活中 从神得到力量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在讲安静是得到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但是现在的人生活非常忙碌 所以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人在忙碌当中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那有时候忙碌会让我们活在一个假象里面 就是我的生命非常的充实 但是其实忙碌容易让我们失去力量 因此在忙碌当中能够安静 这是一种享受 那所谓的忙碌有两种 一种是外在的 就是我们上班有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们非常的忙碌 回到家也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作 所以在家也很忙碌 甚至来到教会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也很忙碌 所以就在工作、家庭、教会的忙碌当中 我们逐渐失去了力量 但是另外一种忙碌是内在的内心 虽然外在好像不是很忙碌 比方说有的人已经退休了 或者说他的工作做四天还有三天长的周末 应该是有三天很安静的时间 但是人的心还是静不下来 因为人有太多的欲望 所以这个欲望在人的心中让人安静不下来 所以外在是不是很忙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力量 所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这个不只是外在的我们需要学习安静 这更是内在的要安静下来 那为什么安静才会得力 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 耶利米书29章 13节 耶利米书29章13节 这个地方讲 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 力量的前缘是从神来的 神有无穷尽的力量 神也很爱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力量 这里有一个答案 就是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如果我们的心静不下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来寻求神 神是一个灵 所以拜神的要用心灵跟诚实 那个心灵伴神就是专心 是提供了一个要件 所以心如果静不下来 即使我们坐在会堂 还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神 甚至我们跪下来祷告 如果我们的心静不下来 没有办法专心 也没有办法体验什么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七节 这个地方讲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一心就是百分之百归向神 因此人要从外面的安静 进到里面的安静 人才能够一心归向神 然后当我们跟神已经很亲密的关系 神住在充满在我们里面 那个就是力量的源头 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这个跟一般社会上人在讲要冥想要打坐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打坐或者是静想 我们这里讲的平静安稳是指着我们能够用完全的心来归向神 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例子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山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耶稣就到旷野在那里祷告。 所以每一天,第一件事情主耶稣想的是什么? 在旷野祷告 旷野是很安静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地方祷告 那如果我们再看三十六节 这里讲西门跟同伴随着他去,或者英文说去找他 如果我们在会堂里面祷告 那另外一个人来会堂找我们 我们想想看哦,大部分的人是会一起祷告,还是来会堂找我们因为有事情 所以这个门徒去找主耶稣不是要跟他一起祷告 我们看三十七节 我们看三十七节 行的 这里讲每个人都要找你 那找主耶稣要做什么? 那找主耶稣要做什么? 就是找主耶稣要听主耶稣讲道,要主耶稣医病 所以对主耶稣来讲,每一天早上他们第一个关心就是工作 但是对主耶稣来讲,每一天第一个工作就是安静地重新得力 那我们就来讲,我们现在实际的情况 我们每一天早上,一大早,我们的开始是什么? 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因为现在科技发达 每一个人,人手都有一个手机 所以有很多人第一天开始就开始看手机 那一看手机里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是很多人一天开始的方法 但是我们也听过教会的信徒 有很多,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 那这会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主耶稣的侍奉 我们就发现祂的侍奉有一个特色 就是带有权柄 那这个带有权柄的侍奉就是不同的侍奉 那这个带有权柄的侍奉就是不同的侍奉 我们看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 请读 这个地方在讲教训他们有权柄 什么叫做有权柄的教训 下面有加一句不像文士 文士有很多的知识 那主耶稣有权柄 知识加上权柄就是一把两刃的剑 就能够破入人的灵魂骨 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彼得在五十节得到圣灵 被圣灵充满 然后我们就站起来讲道 然后听见的人秀像刀在砸心 这个就是权柄 这个就是权柄 这个就是两刃的剑 那听见的人呢?怎么说呢? 问彼得我们怎么做 彼得说你们要悔改 你看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步道工作都是从神的爱开始讲的 但是彼得第一次讲道从悔改开始 结果三千个人真的就悔改受洗 这就是权柄的果效 这就是权柄的果效 所以像文士 这是人可以做得出来的 但是要有权柄 带有两刃的剑 这需要神的同在 但是要有权柄带有两刃的剑 就是所以需要安静在神面前领受能力 我们再看二十七节 请读 他们说这是什么新道理啊? 为什么?因为他带有权柄能够赶鬼 我们信主越久越发现 魔鬼除了神之外 没有人能够赶魔鬼的 也没有办法用钱买他出来 也没有办法用世界上的权力威胁他出去 那现在某鬼的工作更加的细腻 这个地方讲乌鬼是脏的 我们看现在的社会文化跟罪是连在一起的 那文化的背后 一幅所述第二章讲就是邪灵 所以这个文化的力量让人挡不住 所以这个文化的力量让人挡不住 那第三个我们再回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三十一节 第一章三十一节 这里讲主耶稣有医病的权柄 所以病疫好了 彼得的岳母就开始服侍主耶稣 那乌鬼被赶出去 如果我们看二十八节 耶稣的明星就传遍加利李四方 所以最好的广告是什么 就是神彰显他的权柄 神的道改变了人 神的权柄赶出了魔鬼的工作 神的能力医病的医人的病 这也是最好的广告 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四方 因此今天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主耶稣的身体是有权柄的 所以教会应该是要有权柄 因此我们教会要注重祷告 因此我们到教会里面 当然有很多事情要侍奉 但是侍奉要有果效 要有权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要学会安静在神面前重新得力 因此我们到教会一定要拨一段时间来祷告 有时候要鼓励会前祷告 好像说我们安静在聚会前半个钟头祷告 有时候要鼓励中午吃饭时间 所以今天有的吃完饭了 在教会里面祷告 在教会里面祷告 那有的人来到教会 他只想侍奉 这个心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除了侍奉之外 要学习安静下来祷告 因此如果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每个礼拜都静不下来 应该需要再重新调整 至少每隔一个礼拜 或者每隔两个礼拜 我有安静的时间 能够来听听道理 能够来专心祷告 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很认真侍奉的人 聚会就是在外面做工 如果这个变成一个pattern 一个长期的对这一个人的灵性并不是好的 所以有能力做工才有果效 那个能力是从在神面前安静开始的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好 第二节 好 这个第一节讲个人都回家去啦 好 那主耶稣去哪里 主耶稣去哪里 主耶稣去哪里 主耶稣去往感染山去 好 那到第二节 主耶稣清早就回到殿里去 然后百姓里 然后百姓就到他那里 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 所以第二节就是讲主耶稣的工作 那第一节就是讲主耶稣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 那第一节就是讲主耶稣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他往感染山去 所以第一节是讲主耶稣隐藏的生活 就是他跟神之间 那第二节就是讲主耶稣的侍奉生活 就是他跟人之间 所以侍奉其实就是跟神跟人都有关系的 如果把神拿掉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就是侍奉好像社会的一个团体 那我们的侍奉不同是侍奉神 那侍奉神其实到最后还是侍奉人 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宝血买来的这一群人 所以要侍奉人之前 人需要跟神先建立好的关系 那这样我们的侍奉才有权柄才有果效 所以主耶稣每天往感染山去 真的一个很清静的地方容易让我们重新得力 比方说如果我们到非洲去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所有跟电有关系的都没有啊 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网路 甚至那边里没有人在用电啊 我现在讲的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了 那把电拿掉 我就发现到那一边非常安静 很容易专心啊 那带钱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我曾经一块美金买一百多个橘子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买 因此人很容易满足啊 那现在我们不是在非洲啊 那怎么办 我们带给我们方便的这些 我们需要有能力去控制它 如果我们能够有安静的心来亲近神 verseཟ 就是能够活的人从新得力 但是如果我们被他控制 那我们就会在心里安静不下来 失去力量 所以科技对我们信仰影响是什么 完全在乎 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他还是他在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跟主耶稣一样能够上山 这些站直完全撇下来 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学习 他有安静的一面 他也有面对群体的一面 然后到了第三节开始主耶稣就面对一个困难 就是讲文日法律人带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哪来问耶稣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她正在犯监营被抓到 所以第三节说摩西的律法说要石头打死 那你要怎么讲 但是我们看当主耶稣面对这一群对摩西律法很熟的人的挑战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 主耶稣非常地安静 所以他就有力量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看第六节的下半句 耶稣弯着腰在地上画字 那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如果主耶稣安静不下来 就跟他们理论起来 那问题没有解决 反正造成更大的问题 所以当他们不住地问他 第七节 主耶稣只讲一句话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可以拿石头打他 只有一句话 然后第八节他又弯腰在地上画字 问题就解决了 第九节 你就一个一个从老的到少的都出去 这是智慧 这也是权贫 这种智慧跟权贫 跟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榜样 在公落忙碌当中 要学习安静 要学习安静 在事奉的人群当中 要学习隐退 在安静 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有力量 有神同在 我们就有智慧 有神同在 我们就有神的爱 我们的人生 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唱诗 三百五十四首 安息日 是一个安息的日子 应该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日子 所以圣经说 我们要调转我们的脚步 也就是从社会上的忙碌 回转归向神 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求主圣灵浇灌充满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